来到ACC赖索托院区的这几天 我真实感受到了 在院区里有许许多多的职志工 老师 教练以及院长 对这一群孩子们细心呵护照顾着 而我相信这样无国界的爱 可以让更多更多的人 一起来为这一群黑宝贝们付出 然而在这一群孩子们 灿烂笑容的背后 却藏着许许多多原神家庭 所带给他们的伤痛 那天老师给我这一本《为爱醒脚》 八月的赖索托 天气非常的冷 或者脸上的两行泪 心里有许许多多的不舍 在故事当中 有一则真实的故事 院童 小新跟小汉 他们是一家人 而原本 借由教会牧师转介到ACC所要收养的 是院童小新 而当ACC的车子 离开途中 离开途中 小新的哥哥 他背着弟弟小汉 来到了ACC车子的跟前 他双脚跪了下来 他求ACC车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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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子 也要收留他的弟弟小汉 因为 他说 我们的父母 已经被紧病带走了 我如果把七岁的小孩 留在家里 我们三个哥哥 根本无法照顾他 求求你们 也把他所有回去照顾 拜托你们 这 这 你先起来再说 先起来再说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 好好照顾我妹妹 和弟弟 我不能让他们跟着我一起生活 拜托你们 好吧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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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小溪 小汉 你们一定要乖乖听院长的话 乖乖听院长的话 韩老师的话 我们都知道 生离死别 是人类的一种循环 识别 它是时间的伤痛 而生离 它却是时时刻刻的折磨 而ACC每次 要到部落收养这些孩子的时候 都必须要有强大的勇气 去面临这样的人轮过程 而每当收容的过程中 在最后签名的那一刻 孩子们的惊人 知道要跟孩子离别了 这哭声 交杂着泪水 是常有的事情 因为他们不知道 这么一别 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 书本中 有另外一则故事 追着故事中的奶奶 她在最后签名的那一刻 她却没有太多的情绪 她反而是微笑着 她对着志工说 谢谢你们愿意帮我照顾这个小孙子 奶奶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您的小孙子 我其实有四个孙子 我女儿生下第四个孙子后 不久就死了 我女婿也走了 从来没有回来过 那其他的孙子呢 一个孙子生病死了 两个孙子不知道流浪到哪里去 他们两个之前外出 其他几天 总是会回来的 但有一次外出后 已经两年了 都不曾回来 不知道流浪到哪里去 第一个最小的 很顽皮 总是在这里的左右邻居找麻烦 但利益方面也很黏着 常常跟着 不曾离开过 这是我帮她准备的东西 谢谢你们 对不起 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 你可不可以过来一下 好 这些给你 奶奶 您为什么要给我钱啊 ACC照顾您的小朋友 是因为爱她 也是完全免费的啊 所以您不用给我 任何的金钱啊 这个小孙子很顽皮 但跟在我身边醉着 我知道她很调皮捣蛋 如果有一天 你们不再喜欢她了 也不再说流浪了 我请求你 用这150元 帮她买张车票 让她可以回到这个房子 虽然我这个家很破旧 又或许那时候我不在了 但至少有个地方可以住 不会变成流浪街头的孩子 奶奶您不用担心 ACC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小朋友 我们会好好照顾他们 直到他长大成人 直到他懂得独立 将来您的小孙子 会很孝顺您 也会回来好好照顾您的 您放心 对了 你有比吗 嗯 有 这是上次你们帮我 跟我孙子拍的照片 如果他想我了 我请求你 把这个相片拿给他 跟他说 奶奶等他回来哦 奶奶 我会乖乖听话 我不会再调皮乱跑了 请你不要把我送给别人 可不可以麻烦你吗 等一下离开的时候 车子慢慢开 为什么呢 我年纪大了 不知道再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又或许没机会了 所以我要好好的在看着他 奶奶奶 奶奶请你不要把我送给别人 好吗 你们快走吧 一切都拜托你们 你要记得家的样子 要记得回家的路 要永远记得家的样子 要记得要回家的路 谢谢大家 按照 我现在说 你不过 我先放在这些地方 我先放在这些地方 那我先放在那边 我先放在这些地方 我先放在这些地方